今天好像美國人都太盡了 我的儲數是澳洲為了說聲,和中國抗衡 最後煤炭、龍蝦,紅酒 全部都去了美國帳戶 美國人卻賣到發財 你在澳洲的龍蝦就丟到海也沒有人要 是不是 其實這些就是看到它霸權霸權的 是太肉酸了 是不是 就是你惡 你要收靈都不要緊了 那你都要給那些人 起碼它都可以繼續賣 做生意 它就逼人家煤炭 最後現在呢 為了不讓它繼續做生意 就爆了它 澳洲煤炭是造假 是不是 最近 是啊 其實這些爆料一定是知道誰放出來的 難道你和我嗎 是不是 有時候都很好笑的 這些禍水也是我們在說的 其實為什麼美國不發聲 喂 最大的污染在太平洋不是日本 美國嘛 在南太平洋 就是Marshall Island那一家 就是它爆了多少次 二千多次 從來沒有人說 因為那些島現在還是有輻射的 那些島上居民還是自生自滅的 有病的 是 我看那些紀錄片 小弟也看了一個 是不是 就是很恐怖的 就是有些生出來的小孩子 畸形就不用說了 很早死 很多病 但是沒有人管的 錢也沒有的 是不是 賠償都沒有得賠的 那那幫人有它自生自滅的 還要給它回到自己的島上 就是送死 那其實呢 他們在那個島上 還建了一個 將它的核廢料集中在中間的地方 還要用水泥賣住 而且那個水泥是很薄的 是啊 現在在抓著 其實有些是怎樣呢 它那些肺就是用以前的大油桶 沉到海底 但是那些桶是遲早生鏽的 天氣會生鏽 遲早會穿洞 穿洞之後慢慢慢慢 一滴滴地發出去 它的島本身有多大的 你說它當時 它刮過很大的坑 老實說 你的坑可以挖到多大的 你那些本身都是粗石島來的 整個半個島這麼大 半個島這麼大 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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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裡很多時候有什麼 地震的嘛 地震啊 但是有巨峰的也有 所以日本很簡單 其實那次是怎樣呢 其實他們都開始知道 那個地震的那些先兆來了 那日本其實都很小心這件事的 那個事源之前是什麼呢 日本軍國主義 那你也知道了 四四五年之後和平 好了 到了五六十年代 是不是全球反核了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嬉皮士時代 不是做過吃大麻 我們如果記得看電影 那些嬉皮士長頭發的時代 全部有個章 那個章就是反核 是不是 走去胡士托 我們最喜歡的 那些演唱會 三天三夜 個個吃大麻 睡在那裡 喇叭褲 花褲衣 長頭髮 記不記得老虎之時代 那些照片呢 那那個年代 全球反核 不是核戰 反核 是不是 歐美很多 已經做了很多核電廠的事情 開始吵了 那怎樣呢 很多政客就借這種勢力 就說 那我反核 我支持呢 就關閉這些核核的設備 那一關閉不夠自可 要關閉的時候呢 要處理的嘛 那死了 那又反核 你又不可以放在那裡 要人搞 服侍他 又沒有利益 那怎樣呢 找人舉手收 那 那 加拿大呢 就負責呢 就運送的 有幾間公司 不說哪幾個名字 當時他們那些 現在做後面 就做了政客 做了總理的了 那 跟著這些這樣的地方呢 全世界沒有人要的 是廢料來的 是不是 日本仔 日本仔 日本仔呢 就知道 這些的廢料呢 其實呢 是有些甚至乎 是混合了一些 是什麼 是核彈頭的廢料來的 OK 那出現了什麼呢 如果你用常規核能的廢料 就是用油的 但是這些是什麼 Cisium 是不是 那其實這些Cisium 137 這些呢 全部是核武器的廢料來的 但是因為它的量很低 就是要搞 但是有一件事 你有技術 就好像現在 這個伊朗 他經常說 他說有個 就是那個離心機 可以把那些核廢料 聚在一起 就儲回 就是過濾的 好 日本仔 我要我要 我幫你收 其實是三菱重工 所以為什麼後面是三菱重工的發電廠 三菱重工 是日本的 軍閣公司來的 嗯 那麼當年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時候 舉手 我可以收掉你的髒東西 那是人當時拍手帳 你幫我解決了我國內 反核的問題 就是要儲藏的問題 求之不得 送走了他 是不是 對他來說很多政客 借這個題目我就上位了 好了 但是 日本仔就拿了這些 所謂 有機會可以提煉的 核武器的 原材料 其實因為廢料 其實適當的處理是原材料來的 其實日本是有技術去提煉的 好了 所以建這些所謂的原海岸線的核發電廠 實際主要目的不是用來發電的 因為它那個有效率很低的 相對 如果用核能就相對 OK 那它一直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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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建了很多這些所謂的 這些所謂的日本的核發電廠 全部是誰還在做呢 GM G&G廠在美國的 通用 通用技術來的 那幫它建的 搞定了 OK 那到近代了 其實它的有效很低 其實它像經歷 好像我們有時候香港都說 整個風力發電 那樣 我現在有風力發電 它可能推動一下風扇和眼燈 給你看做show 是不是 就是它的配合不是很多 好了 那去到當年311的時候 其實它之前因為它氣象局發覺 它的地殼開始越來越頻密 那時候它們已經擔心著 這些有機會影響它 其實它們最後開頭的計劃 在3月底之前 將這些核廢 就是核那些原料棒 送到北海道 嗯 那在3月頭的時候 北海道政府大家還有爭吵 就是怎樣擺 怎樣弄 吵 那最後同意了在3月30日之前 送到北海道 所以呢 在311地震那天爆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它說的一樣 很多人記得聽的 在第一組第二組的時候 它將那些原料棒 本來在下面最底層的地庫 它搬了上二樓 記不記得 就是它們說為什麼在上面爆 因為上面是不穩 它那個不是儲藏庫來的 它方便它們去運輸的 那麼它呢 它呢 它首先將在地下那個瓶 那些棒很安全的情況下 全部抽上去 如果它在土庫上震的時候 它不會爆炸的時候 它那些發電機又繼續保持恆溫的時候 它沒事的 但是因為它放了上去臨時的地方 在二樓 所以它在上面爆 嗯 OK 而爆了之後 出現了這個問題 那麼所以一個爆一個爆 你記住 核武器是連鎖反應的 當日 311之前 其實有兩隻軍艦 其實美國因為是支援的 那麼其實它有人就說 不如我幫你去處理它 但是日本人死都不給支援的 還有海軍 就是當時呢 核的航空母艦呢 在那個福島對開15公里而已 很近的而已 就是海岸線15公里拍的 其實都很近的 就是安全的嘛 怎麼都是 但是因為知道它快要搞這件事的時候 它的核航空母艦 整個軍隊 要立刻離開175公里外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它真的爆的時候呢 15公里內呢 有機會令到它的核 航空母艦的反應堆 都會引爆的 嗯 所以它的軍艦在很短的時間呢 就立刻要駛離了福島 OK 不是因為海事運 是因為它有機會是引爆了它整個核 其它都是常規的 航空母艦是核能的嘛 所以它就 其實它最初呢 直升機不斷地幫它在那裡 因為15公里的範圍很近 就是去偵察去做事 但是一知道它開始有問題的時候 整個船馬上速度駛離 是福島 所以我們經常說 就是天有時候可能是公平 你說公平也好 不公平也好 就是你安排好 人算不如天算 你人想著3月3日就好 將它安全地運送去北海道 那後來沒有辦法了 因為事態嚴重了 地震越來越頻密了 最後答應了 同意了 怎樣怎樣怎樣 打算運送去做 那就是這樣 不等到月底 在311就爆了 之後呢 它爆了呢 因為核子能那些 其實全世界有standard的 OK 它那個叫MSV 還是那個量度單位呢 它是2 即2 1 2個2 那它引爆了之後呢 它升高了 它那個標準 就是安全單位呢 調高了20倍 那所以為什麼說 跟著現在的東西沒有了 現在很安全 當然了 你將以前的數據 調高了20倍嘛 那即是說 你以前那個安全的數據 的20倍 都說現在是安全 是啊 這一招其實很絕的 當時呢 他很快已經說 不是啊 我們驗過我們的產品 是安全的 可以出境 可以出口的 那一次 就是提升了 那一次呢 其實呢 我們的曾常 其實曾蔭權是年代 當時呢 他有一些貨在日本 運過來香港 曾蔭權 某個程度上 他都是幫香港人的 就是他做很多壞事 是不是 但是呢 記不記得他 立刻在機場驗貨的時候 拿去香港的政府的發驗所 發覺有很多複蛇 他要求 那日本人立刻就說 你不要驗我的東西 我不給你 記不記得 香港 跟著呢 所有現在 到今時今日的中東國家 是沒有一個 進日本貨的 為什麼呢 很簡單 你給我一個東西 我驗到你沒有問題的 我就讓你進去 所以日本人寧願不讓他驗的 但是台灣不是 台灣呢 就是他做他的弟弟 他說什麼都要 那以前呢 在日本超市呢 要去到最初那段時間 要去到四五點之後 或者甚至六點之後 沒有人要的東西 就這樣有人去收 去到超市去收那些 收那些海鮮 就是冰鮮 然後呢 晚上八九點鐘 去到機場 然後打包 入箱 就是發泡箱 全部送來兩個地方 要不就是去台灣 要不就去山東 要不就去大連 那一晚到第二天就賣了 OK 其實日本人都知道 這些是福島 他有一件事 後來就把名字 以前福島很遠 把他拆散了 等於以前什麼呢 用一個比喻就是 香港 你一說香港 香港來的不要要 有福石 哎呀不是的 他是屯門來的 這個是大埔來的 這個是沙田來的 喂 你在福島裡面 那二十幾三十個線 對不對 那你不看福島 現在你寫在屯門大埔 沙田 油麻地 這些就是福島 沒有了 是不是 但是那些人就說 那些人就說 我記得有個 不知道什麼野馬 什麼鬼 就是那個名字 是福島 其中一個縣 其實原來你按鍵呢 按回它屬於哪個區 它就會在Google 就告訴你 就是你要看回 就是你很熟 那二十幾個區 還有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就是當時福島事件之後 香港是多了大量的日本零食部 不止 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 日本魚市場 在香港 開了一個 中心 就是 購物中心 喂 以前日本 日本就是好東西 不會到你手 沒錯 不好東西才出口 好的東西 是不會出口 你買了 給錢買也不行 除非怎麼樣 你在那邊有人認識 買了之後幫你寄給你的 嗯 是不是 還有那個人要在日本的身份證 是 你一定是日本居住居民 要不然人家都不理你 你不是說流利日文的人都不理你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日本人 為什麼它呢 因為日本人都不吃 記不記得 在那一年 日本輻射之後 香港出現了什麼事 有些人都不知道 是多了很多日本移民 日本過來的居民 是 多到 如果有朋友是經紀的 他說整棟整棟買 工業區 工業大廈的 嗯 改裝成那些 所謂日本 駐港的辦事處 嗯 為什麼 還有當年有很多 日本的家庭的小孩 是沒有書讀 為什麼 哪有這麼多 日式的學校 沒有 因為突然用這麼多 日本人的小孩來讀 有不同級別的人 他們一開始就沒有人 唯有在家教育 做過 因為有些人離開了 有錢就離開了 沒有錢就不能走 是不是 有錢的那些 就離開了 當年福島 福射很多東西 那時候 其實 做藥就是 將一些污水 儲水 大概儲三個 很大的 三四米高的大桶 不知道裝十噸水 一天裝三十噸水 但是不要忘記 每天 經過池 出來的水 是二百多噸的 嗯 其實就是冰山一角 就是下面 就一直滾水 再滾出去 另外 你抽了就抽 記住那些大桶 以前裝水 如果間中一定有些位置 就是那個 水喉的制位 有時候未必完全 就是 標準化 有些少許脫漏 有時候滴水都會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如果裝水 就沒有所謂 如果裝水 是輻射水 它滴出來的水 就是輻射 那再加上那個 那個發電廠 它下面 其實裝水的水池 裂了 那就是有水滲出去 是不是 日本的地下水道 是由東北 向西南走 就是整個本州 那個角度 就是由東北 向西南走 那東北位 就是福島 就是中間位 再上就是 再對上的島 就是北海道 中間的福島在上面 那向中間到南面 那個圖位 就是東京灣 然後到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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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九州六二島 那邊 那條彎彎的時候 就是從東北走向西南 其實地下水 其實已經污染到東京 一直到下面 其實現在已經是進了日本的泥土 所以多年之後 因為它是地下水 它地下水一定滲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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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311 那現在差不多 已經是1 現在是22年 那其實是11 11年 12年了 是不是 那問題就是 當年呢 他們不是說 很多福島居民留下 就是志願留下 福島那個縣 不走 那他們是很慘的 他們其實呢 是一個假象來的 因為我有朋友呢 接了這些單 是去那裡做一些 是太陽能的熱水爐 OK 幾千萬美金的 是將每一戶 幫他裝 當時 10年前 幫他每一戶 裝個熱水爐 是外國的contract來的 那他們沒有人幫忙做 不夠人做 你知道找什麼呢 就找那些監獄的囚犯幫忙 那第二呢 就是那裡的居民呢 有一個條件的 你留在那裡 你不可以再離開這個福島的 但是政府的compensation呢 每一個月一個人頭 每人一個人 每一個月 政府補貼一百萬日圓 直至你中老 接著呢 還有 就是如果你死 他們不會給醫療support的了 你死的時候 日本原來的臉狀是很貴的 它全部政府幫你包臉狀 幫你安葬 在你自己的地方 OK 因為我剛才說 有些朋友是拿了這張contract 去做這個contract 那他身邊 就是他要駕車到處去 那他身邊背著那些 你叫加加卡卡 就是那些測輻射機 加加卡卡 加加卡卡 是的 沒錯 那他們就背著 那些路障呢 就是一路的 譬如外面 30公里 20公里 進去那個特別區 它全部有路障 但是沒有人搜的了 就是你已經動了牌 就說你要回頭 不要進去 現在就20公里 那很有趣 真的 20多公里 就是啵 啵 啵 就是有 不過啵啵啵 很慢的 那開始拿到它 那個路障寫了 還有20公里 其實在外面呢 還是啵啵啵啵 接著呢 繞過那些路障 就是他找一些木啊 鐵線啊 抓住那些路障 車要繞彎 慢慢彎彎才能進去 就是他放在那裡 那車可以走的 但是你懂得這樣走過去 走過去之後 開始呢 19 18公里 慢慢半公里半公里 走進去 就完全露入了 好了 他新的那個 那個加加Counter呢 就是剛才你說的 接著開始就是 啵啵啵啵 接著呢 再走多半公里 就啵啵啵啵啵 去到17公里的時候 是啵啵啵啵啵啵 接著不敢進去 接著 那個司機都說 我不走了 我掉頭走 因為他是日本人 來的 我是不再走進去 因為聽到那些聲音 嘀嘀嘀嘀 就是你 嘀嘀嘀 去到已經是啵啵啵啵啵 走前多 就是車站走著 他就幾公里的車 慢慢走 就是速度慢慢走 他走多一百多米 那個機器已經開始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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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坐在車上關了槍的 記住 他不是打開槍吹風 而是關了槍 盡量減低了輻射進來 說明是輻射 但是日本人是很厲害的 日本人請了一些講中文的網紅 去福島那邊 用這種檔案 死了 用這種檔案 在他的視頻裏面 他們做到這些檔案是沒有特別的 即是做 不知道他是touch up或者是剪接 他是做到檔案的讀數是沒有特別的 那有幾樣東西 第一 如果你有東西擋住那個感應器 是啊 有很多方法 那你基本上要穿過到那個感應器 隔一隔之後 你就少了很多機會 你要對著的嘛 其實再不是拿一張我們平時用來烤食的那張石紙 包兩三層在表面 其實都會減低很多 那別人看了你做了手腳 但是其實一定是做手腳的啦 他們直接說走到海邊都說沒有輻射 其實這個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為 最高的 一直都知道他們本身 這麼多年以來是沒有停過輻射水入海的 沒有停過 每天 每一時 每一刻 喂 那個水 你知不知道他那個水溫好像還在說二三百度 就是那個池裡面的水 哦 就是他降溫只是幾百度而已 但是他不是說幾十度水溫的 那個池浸著是很滾水來的 如果你沒有水就爆了 他不斷要加水去才令到他水溫一路 他不斷要降溫的 嗯 你明白嗎 就是他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他很短時間知道 但是因為為什麼呢 美國人不敢說 我這裡都放這麼多 有什麼所謂的 太平洋不關我的事 你不明白 但是他都現在西岸 就是講加拿大 沿途下去加州的西岸 都不是說現在 講回是 就是當時一年兩年之內 已經去到三倍到六倍的那個複射 是啊 當年 現在講的是六七年前 已經有這個環保署已經檢查了那些數據 那還有一個很秘密的就是 當年複到海嘯完之後 是不是很多屋爛了 沖了海的 嗯 原來那堆垃圾 就是浮木 就是那屋都爛了 一早 去到太平洋 接近 東岸 就是西岸 幾百公里 那他們是用軍機 美國用軍機 炸了那些 那個 那個 垃圾島 原來那個垃圾島的 直徑 也有1.5公里 就是那一塊 就是那一塊 衝了出海之後 堆一堆 就是堆一塊的 是啊 那塊是1點幾公里 2公里 這麼大塊的 廢木的東西 那它要 它不斷在上面 炸了它之後 讓那些木 沉到海底 就不要盡量靠近那個海邊 盡量沉了下去 就是在太平洋裡面 炸了 炸了 不知3 整個幾樓才炸了 所以其實根本問題一直都存在的了 而且呢 現在呢 它只不過呢 用一個官面堂的理由 就是擺在台面 就是台底一直在做的 老實說 所有那一群 第一天進去那一群 40個烈士 是一個星期內 50 50個 總之全部在一個星期內 全部都死了 死了 那些烈士 那一群是30的二線 即是那一群工程師 加二線人員 不是 又拍到電影 後來有人踢爆 因為有日本記者就潛了進去 因為那時候說明 這50個是身份不公開的 那人家說 就是為了國家 身份不公開 那有個記者 就特地去調查日本記者 那進去之後 就原來他做臥底 那他就去認證 然後原來他發覺 咦 不用讀什麼的 原來阿朱、阿九都讀了 就是進去做的 然後進去之後 然後他就原來在調查 當年是找什麼人進去 原來是找老黑 當時原來那個電力公司 就是跟當地老黑很有關係的 所以他找了一些不明就裡的老黑 就進去幫忙的 所以後來就是 就是他們那個手傷 是沒有接見這幫人的 因為他們就知道他是老黑 但是沒有跟外面的人說 而那些老黑那時候 那個記者查出來就是 這些老黑是被人說是沒有事的 就是不要說是為國家這樣 喝完可樂就沒有事的 用可樂來解讀的 這樣灌輸進去 這樣就是不是那些員工來的 全部是不明就裡的 那之後還有沒有呢 也有的 如果是不知是年多前 有一宗新聞說 有些越南的 就去 我電話沒電了 越南去日本做實習工 就是讓他們無端端去福島做清潔 就是他們日本人都不去 就在那裡騙外勞 但是那時候有一個日本電影 就說五十福島 又說 屋裡五十英雄 就說這些 其實那些日本記者自己踢爆 那潛進去原來全部是當時的老客 我聽到那些不是老客 我聽到那些不是老客 那些是老客 是老客 是黑社會安排 那你說黑社會是否安排他自己的人 應該都不會 黑社會安排 也是不明就裡 是老客安排 是老客安排 根據日本記者 在寧木自然辦成臨時工臥底 前入福島核電廠的調查 結果寫成黑道與黑電 福島第一核電廠前入記 這本書裡面就說了出來 部分的工人其實是因為職権大批債務 被黑道逼離 不是就是遊民甚至智能障礙者 被找來充塑 其實黑社會是安排人過去 不是黑社會進去的 所以後來那個人 所以後來那個人 手上人家說 你是不是接見了 免得 因為原來知道一群都是 唉 真是英雄這群